除了我们这个问题之外 在我们的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同学好像比较有兴趣的 像在云端白板里面 刚刚我提到就是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就有同学有发mail 他是说他想要比较想要知道 两个工作表范围的比对 还有就是有一个是风险矩阵 这个风险矩阵好像也是一个 前几期同学发的问题 他好像是做有关保险方面的 那个相关业务吧 他每天就要做很多很多这种逻辑判断 他会想说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话把那个风险 把它快速做出来 所以我demo一下 第一个就是两个工作表 一个是本年度 一个是去年度 那这两个年度 也许它的范围都一样 它里面的资料不一样 但是我怎么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有哪些是不同的 那最好是怎么样 你按下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呢 它就马上告诉你 哪里不同了 而且除了要出现不同之外 还要能够游标放在上面 告诉你去年度是多少 今年度500 今年度呢 去年度400 马上知道 不同的地方告诉你 甚至你还可以改写 如果不同 但是多的话用红色的 少的话用绿色的 也可以嘛 那这样不就更清楚了 马上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那以前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只能用眼睛看 眼睛看的话 哇 资料多的时候呢 你这应该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什么方式 按个按钮 底下当然有个清除 清除掉 按下去 如果当然你有很多年的比较的话 比如说可能不只是今年 跟去年 跟前年 跟那一堆 对不对 还有跟不同部门比较 虽然栏位一样 但是里面有哪里不同 你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比较出来 这是一件大问题 那怎么办 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程式非常简单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同学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风险矩阵 这个风险矩阵 不过我觉得这同学 真的非常有心 这个范例也是他做的 而且底下的说明 也是他讲的 我刚开始看了很久了 不过我对他的这种 当然我也看到他的这个 用心的程度 好像就不太 不好意思 不帮他解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看 我都已经头昏了 到底这什么东西 对我们来说 这根本就完全是外行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非常简单 就两个重点 一个 风险的严重性 就这里面这四个 哪一个最高 就把最高的放过来就好了 OK 第二个总原始 风险好像就是这个部分 把这个部分的 通通都凑一凑 放在这边 最后我帮他改写了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按下去 他自动把这前面四个 最最高的 比如说里面有 这是very high 这是middle 这是low 一个high 就是里面哪一个最 所以这四个哪一个最高的 知取最高的 所以这只有h high 然后这个应该是middle 然后这个low OK 所以这个是风险 严重性 另外一个是总风险的 这个好像这个又更困难 他原来是写成这样子 最后我帮他写成 就是输出到这边 这个应该 好像是 这个我可能要再再再看一下 总风险 底下就这个 好像要来自这边吧 把这边的通通 整理一下 放在这里 这个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先看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针对这两题 帮各位做一个 额外补充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有些事情 假如你每天都做 但是 如果有懂了一些 快一点的方法的话 应该很快就可以帮忙 把事情给解决掉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再来看这个 后面这两个补充题